这节课我们来实现一下 驱动的读文件 以及驱动的申请内存 我们知道 其实在驱动中申请内存 直接用ZWEllocate WatchMemory就好了 但是前提是我们得先隐藏一下 所以我们不如自己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T-A-Lock 这样我们把PID传过去 再把我们分配的大小给传过去 这样就好 当然我们肯定是需要先调用一下 这个参数我们填什么 填就填PWOD 接着这个WOD新 填PWOD 好 剩下的就是我们先PS-lookup一下 SS-back-set-id 这都写烂了 这都写烂了 这样 在这儿就定义结构 如果我们不成功 不成功 我们就直接迈Lock一下 不得不得 在这个地方去填PWOD 接着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成功了的话 我们就直接OB-derfine一下 derfine之后 我们在attach attach之后 我们在detach detach这两个中间 我们就开始申请内存 当然如果是申请失败了的话 首先是巨饼 对吧 我们就填什么呢 nt-current-percessor 复一 接着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填 就填刚才的那个 alloc-add-r realbit region-size就填 set alloc-size 这样它还不行吧 应该 可以吗 可以之后我们就 memo commit read 以及page read write page 就是最高的前线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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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px 怎么写来着 这个不对啊 getread 这个不够 对啊 如果失败了的话 那我就打个malloc 当然在malloc之前 我们肯定还需要按detach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写错了 嗯对 再加一个呢 好 加一个就没问题了 这个其实啊 我们就说什么呢 read to alert memory 当然这里先 dex dex之后 我们直接return了 return了 我们接着 看一下 如果分配成功了 我们就 get return return一下 这个我们的分配的地址 这样一个就没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配内层 好 对 在分配内层之前 我们最好还要这样一下 忘记了 r1 nive set一下 我们分配的内层 然后前度制成0 这样就好了 这样应该没问题 好 接着我们继续吧 因为我们得先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申请了内层 它不一定挂页 我们必须malloc之后 它触发异常 它才给你挂上页 这样我们的key lock 就申请好了 对吧 好 接着我们来写一下 读写文件的操作 读写文件的话 我们还是用 叫做get 我们的file buffer 我们传入什么参数呢 我们想一下 首先你得需要一个 文件的名称 对吧 对文件的名称 也就是dial dial pass 这个应该是个pass dial pass之后 我们还需要一个2G纸权 大家给我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要传出buffer 对吧 传出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需要一个size t 就告诉你这个有多大 文件多大 这样我们就好了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先把这个dial pass给他出手 一个unicode stream 因为我们读文件 我这里再教大家一下怎么读文件 首先我们是需要一个candle 存file candle 接着一个unicode stream 叫做file name 这里我们就直接 嗯 想一下 我们最好还是先 申请一个watcher t 出 他这最大就只能这么大 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传接的dial pass 他其实最壮 他要用这种名字 前面是符号链接 因为符号链接都在这个问号里面 然后再是什么c盘 这样 所以我们前面先用一个stl 不是 4cscopy 把这个20 save 然后给它复制到这个地方去 也就是说我们20的名称其实是这种 就比如c盘 那么desktop 那么XXdel 我们必须是这种名字 所以我们前面先给他 呃 复制 加入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 ocscat 给他复加上 回复我们这个dial 路径 dial pass 好 这样就好了 这样 我们在 rtlunicode stream 把我们的这个 dial name 给他 这样一下 接着我们来直接 怎么呢 直接 来读文件吧 先创建文件 当然我们需要用zwcreatefile 第一个参数是传出的一个文件巨饼 所以我们把文件巨饼给传过去 第二个参数是deserved access 我们填什么好了 填个 这个还不太一样 我记得 我们就填个 就是其实和那个我们再用23 大家注意啊 generc read 就好了 或者是read 我们再加一个read就好了 一般这两天 就是就是你在创建 createfile 我们这要打开 什么设备对象的时候 那种方式填就好了 当然他这个需要一个 object archibuse 我们自己自己 申请一个 先自己写一个 先我这件事教过大家如何处刷这个的 我们处刷它 先 initualize object archibuse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指针 第二个是名字 我们把这个file内部给传过去 第三个是 属性 属性的话填0x40 这个记录就好 最后两个全天0 这样就是统一打开 文件的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就把这个object archibuse 传过去就好了 接着是一个 rl status block 以及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 这就是 5-0就好了 它这个是传出的 对这个 字幕称 这就是我们要分配的 BlocationSize 这个填灵就好 无所谓 我们后面要询问它的这个大小 这个我们不需要 继续看下一个参数是哈 是一个幽浪File Tribute 这个门田 呃叫什么NormalFile Tribute Normal 应该是 嗯 嗯 这个就好了 接着是share access 我们这里啊填share 嗯file share read 就是啊我们共享读 就是说都可以读啊 嗯 最后file open 代表我们如果有就打开 没有的话我们就也就不创进一个新的 嗯最后的话 我记得是全天灵啊 里全天灵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打开一个剧本 就打开一个文件剧本 当然这里还是需要判断一下 如果打开失败了 我就 我们就来log一下 就返回 这样我们就返回 接着我们来扩取这个文件大小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zwquery information file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巨铁我们把这个巨铁传过去 第二就是那个锁 锁传过去 不是锁 这个是block 一个块 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file information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需要一个 这个叫做file information 什么好像是这个 不这样是 叫什么来着 应该是file to build 想起来叫做file standard information 对就这个 它可以因为我们要查询标准的这个信息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藏过去 最后我们这个long就是size of info 接着它这个file class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访问一下 看一下它这些都有哪些 我们其实就要第一个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这个basic standard information 因为我们的这个指针啊 是standard information对吧 这个不是basic的 我记错了 是standard的 就是标准的一个 在这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一个allocation size 就可以获取大小 当然我不确定这个allocation size 和我们这个allocation size 是不是同一个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通常就是这种方式来获取 这个文件大小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取大小了 info in allocation size info in allocation size 在这个 好 获取完大小之后 我们就该申请一块内存啊 当然我们首先还是得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没成功 没成功的话 这里就叫awclose 我们close之后再retend status 接着我们来 我们来申请一块内存 申请一块内存啊 就是用来承接我们的buffer的 等于 我的心吧 我看它传的这个 是有刹新星 那我就传就等于刹新 dxlocate 就是这个地方就不需要什么pull 要pull的了 size就填这个 intag就填file 这个地方我们就变到前面加一个这个了 好区分 这样我们就 读到读到之后 还是得判断 如果retendbuffer是0 那我们就失败 我们就返回 是吧 当然还是需要 cwclose 我们这样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内存 就把它这个文件 我们读到我们的内存中了 我们需要studies 我们需要zwreadfile 这个首先是先要传文件巨饼对吧 事件的话 长0就好了 这个0通通0通通0 这个是为什么有apc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 说的你读文件的时候 如果很大涉及到二楼操作 它就会涉及到apc 因为这个时候 你不一定立刻就能读到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们把readbuffer给传过去 lens的我们就读 这个size吧 当然是先这样set 这个offset我们就填offset 因为我们offset是零 就是也就是说从文件多少开始 我们直接填零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就读到 但是大家 现在还是先判断一下 还是zwclose 当然这里我们不仅需要zwclose 我们还需要给它 释放一下内存 读失败了吗 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现在读啊 因为我们有我们apc啥都设置的零啊 所以你读不一定是立刻读到 我们需要用一个函数叫做 zw flashbuffer file 这个 就是可以 让这个读的 就不经过apc直接 能够读到 当然我们这里就不检查它对不对了 最后我们zwclosefile hfile 直接 return status 这个时候 我们在 嗯 用我size 这个buffer 我们给它新一下 等于我们的这个 啊 对 readbuff 这个size 这样我们就传出去了 对吧 这样我们就写完了我们的读文件 好 这一刻也20分钟了 我们就完善了这一个分配内存函数 和一个读文件函数 下一刻我们来完善 内存注入 好 这个就到这